民進黨中央及民進黨立委與策營的黑中天記者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對賴品瑜有貼身騷擾跟肢體接觸 還抹黑記者是慣犯 民進黨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而且是抹黑慣犯 中天提供的關鍵的影片打臉民進黨 記者總共兩次採訪賴品瑜 一刀不剪 搭配多家媒體的鏡頭 證明沒有不當肢體接觸 民進黨集體說 有抹黑造謠一個中天小記者 為了救百億雲豹小公主 藉此轉億雲豹及新潮流危害台灣 設定台灣的焦點 也再次的證明民進黨集體沉淪 而中天記者本於記者的天職 追求真相 不畏懼權勢勇往直前不退縮 賴品瑜身為立委 跟雲豹小公主雙重的身份 理當要面對公共議題的檢視 跟第四權的監督 民進黨把正當監督視為是騷擾 把逃避採訪自摔 抹黑成為採訪暴力 民進黨真的讓人噁心 也呼應了民進黨中央 和抹黑中天記者的民進黨立委 學下賴品瑜趕快看一下影片 現在改口還來得及 現在道歉還來得及 無論如何 民進黨欠中天記者一個道歉 好 這是目前中天最新的聲明跟回應 有些人要請問 你應該會留意 我可以留意 我們在一起 你也請問 你回應 你不想回應 你不想回應 你不想回應